第二十回 篡改经文 播讲 杨海东 洪七公与郭靖见欧阳风书池,领周伯通走入后餐,进行道前餐换衣。 四名白衣少女过来服侍。 洪七公笑道,老教花可从来没想过这个服。 把上下衣服脱个精光,一名少女替他用干布凯饰。 郭靖仗红了脸,不敢脱衣。 洪七公笑道,怕神吗?还能吃了你吗? 两名少女上来要替他脱靴解带,郭靖忙除下靴袜外衫,钻入被窝,换了小衣。 洪七公哈哈大笑,那四名少女也是格格直笑。 换衣方毙,两名少女走进仓来,收拖盘子,盛着韭菜白饭,说道,请两位爷胡乱用血。 洪七公挥手道,你们出去吧,老教花见了美貌的娘们儿,吃不下饭。 众少女笑着走出,带闪舱门。 洪七公拿起韭菜,在鼻边嗅了几嗅,惊声道,别吃得好,老毒物诡计多端,只吃白饭无碍。 拔开垫上葫芦的栽子,咕嘟咕嘟喝了两口酒,和郭靖各自爬了三大碗饭,把鸡碗菜都倒在传板之下。 郭靖低声道,不知他要周大哥做什么事? 洪七公道,绝不能是好事,这一下老安童实在是大大的不妙。 舱门缓缓推开,一名少女走到门口,说道,周老爷子请郭爷到后舱说话。 郭靖向师父望了一眼,随着那少女走出舱门,从左前走到后烧。 那少女在后舱门上轻击三下,待了片刻,推开舱门,惊声道,郭爷到。 郭靖走进船舱,舱门就在他身后关了,舱内却是空无一人。 他正觉奇怪,左边一扇小门互得推开,欧阳峰叔指走了出来。 郭靖道,周大哥呢? 欧阳峰反手关上小门,踏上两步,一伸手,一抓住了郭靖左腕脉门。 这一抓,快捷无比,郭靖又万料不到他竟会突然动武,邓时腕上就如上一套铁箍,动弹不得。 欧阳克袖出铁扇伸出,抵在郭靖后心要血。 郭靖正是糊涂了,呆在当地,不吃他书职,是何用意? 欧阳峰冷笑道,哼,老顽童跟我打赌书了,我叫他做事,他却不肯。 郭靖道,嗯? 欧阳峰道,我叫他把九云真经默写出来给我瞧瞧,那老顽童竟然说话不算数。 郭靖心想,丑大哥肯肯把真经传给你,问道,丑大哥呢? 欧阳峰冷笑一声,道。 他曾言道,若是不愿依我的话办事,那就跳在大海里喂鲨鱼。 哼,总算他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这句话倒是没来。 郭靖大吃一惊,叫道,他,他。 拔足要带奔向舱门,欧阳峰手上一紧,郭靖遍及停步。 欧阳峰微微使劲,扇钻处的郭靖背上致羊血一阵酸麻。 欧阳峰向桌上的纸墨笔焰一纸,说道,当今之事,已只有你一人知道真经全文,快写下来吧。 郭靖摇了摇头,欧阳克笑道,你和老教华刚才所吃的韭菜之中,都已下了毒药,若不服我叔父的独门解药,六个时辰后毒性发作,就像海里的那些鲨鱼般死了。 只要你好好血浆出来,自然饶了你师徒二人的性命。 郭靖按耐心惊,若非师父激情,依次着了他们的大。 瞪眼瞧着欧阳峰,心想,你是武学大宗师,竟是这些卑鄙够的。 欧阳峰见他仍是沉吟不语,说道,你一把经文牢牢记在心中,写了出来与你丝毫无损,有什么质疑? 郭靖里然道,你害了我义兄姓名,我和你仇身四海,你要啥便杀,想要我屈从,那叫做痴心妄想。 欧阳峰哼了一声,道,好小子,倒有骨气,你不怕死,连你师父的姓名也不救吗? 郭靖尚未答话,呼听的身后舱门,啪啦一声巨响,木板碎片纷飞。 欧阳峰回过头来,持见红鞠躬双手各提木桶,趁把两桶海锤猛泼过来。 眼见两股碧绿透明的水柱笔直飞至,尽力着实凌厉。 欧阳峰双足一蹬,踢了郭靖向左跃踩,左手仍是紧紧握住他外伤外门。 只听他劈劈两声,舱中水滑四线,欧阳克大声惊呼,已被红鞠躬抓住后领,提了过去。 红鞠躬哈哈大笑,说道,老徒,你千方百计要占我上风,老天爷总是不许呀。 欧阳峰剑指儿落入他手,当即笑道,七兄,又要来神良兄弟的功夫吗?咱们到了岸上再打不迟。 红鞠躬笑道,你看我徒儿这般亲热干什么,拉着他的手不放。 欧阳峰道,我跟老顽童赌赛,是我赢了不是,你是中正不是。 老顽童不守约言,我只有唯你是问,可不是。 红鞠躬连连点头,道,那不错,老顽童呢。 郭敬心中甚是难受,抢得道,周大哥给他,给他逼着跳海死了。 红鞠躬一惊,提着欧阳克跃出船舱,自下眺望,海中波涛起伏,不见周伯通的踪影。 欧阳峰牵着郭敬的手,也一起走上甲板,松开了手,说道。 郭敬指,你功夫还差得远呢,人家这么一伸手,你就听人摆布,去跟师父练上十年,再出来闯江湖吧。 郭敬计划着周伯通的安危,也不理会他的基潮,爬上桂杆,四年了望。 红鞠躬提起欧阳克,向欧阳峰智取,喝道,老独物,你逼死老顽童,自有全真教的人跟你算账。 你武功再强,也未必挡得住全身妻子的围攻。 欧阳峰不等身子落地,右手一撑,已站至身子,按马。 臭叫花,明天这时刻,你身上毒发,却要在我跟前爬着叫救命了。 欧阳峰微微一笑,道。 那时,你这忠正可也脱不了干系。 红鞠躬道,好啊,到时候,我打狗棒,棒打落水狗。 欧阳峰双手一拱,进了船舱。 郭敬望了两久,一无所见,只得落到甲板,把欧阳峰逼他写经的事儿对师父说了。 红鞠躬点了点头,并不言语,今次,老毒物做事,向来弃而不舍,不得真经,绝技不肯罢休。 我这徒儿,可要给他缠上了。 郭敬想起周伯通丧命,放声大哭。 红鞠躬也是心中欺然。 眼见坐船向西即使,再过两天,就可望得到陆地。 他怕欧阳峰又在饮食中下毒,进到厨房中去抢夺了一批饭菜,以过境饱餐一顿,到头呼呼大睡。 欧阳峰熟止,守到次日下午,眼见已过了八九个时辰。 红鞠躬师徒仍是病无动静。 欧阳峰倒担心起来,只怕两人毒发之后,药墙不肯生长。 毒死老教花那是正合心意,毒死了郭敬可就糟了。 九阴真经,从此失传。 到门缝中偷偷张望,只见两人好好的坐着闲谈。 红鞠躬化声响亮,中气充沛,心道,定是老教花激情,没中到毒。 他读物虽然众多,但要只读到红鞠躬而不及郭敬,一时道也苦无善策。 红鞠躬正向郭敬谈论丐帮的所作所为,说道,丐帮的帮众,最乞讨为生,却是行侠仗义,救苦解难,为善绝不厚人,只是做了好事,却尽量不为人知。 他又说道,却尽丐帮帮助寄生人的规矩,说道,可惜,你不爱做教花,否则,似你这般人品,我帮中倒还没人急得上,我这根打狗棒非传你不可。 正说得高兴,忽听了船舱壁上,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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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阵浮凿之声。 红鞠躬跳起身来,叫道,不好,贼四鸟要把船凿沉。 想到舱口,向郭靖叫道,快想船后的小山板,一眼浮臂,通了一声,板壁已被铁锥追破,只听得吃吃吃一阵响,涌进来的不是海水,却是数十条腹舌。 红鞠躬笑骂,老徒用舌弓,右手连阳,制出钢针,数十条腹舌都被钉在船板之上,痛得吱吱乱叫,身子扭曲,却已游动不得。 郭靖心想,荣儿虽然也会这满天花雨至今真至起,比起师父来,却是差得远了。 跟着缺口中,又涌了数十条腹舌进来,红鞠躬射出钢针,进来的腹舌又尽数钉死塞地,却听得鞠舌的目的声吁吁不绝,舌头晃动,愈来愈多。 红鞠躬杀得兴起,大叫,草毒物给我这许多练功的靶子,真是再好也没有。 探手入囊,又抓了一把钢针,却觉所剩的钢针已寥寥无几。 心中已惊,眼见毒蛇源源不绝,正自思索抵御之法。 梦听喀辣猛响,两扇门板直跌进仓,一股掌风起一项吼心。 郭靖站在师父身侧,但觉掌风凌厉,不及回身,先自双掌并拢,回了一招。 只觉来势猛恶,接近平生之力,这才抵住。 欧阳风见这一掌,居然推不倒他,一类一声,危感惊讶。 上部反掌横批,郭靖知道再也难以硬架挡开。 当下左掌引带,右手击近,进攻欧阳风的左鞋。 欧阳风这掌不敢用脑了,沉浅回掌,往他手腕斩落。 郭靖眼见出境危急,只要给欧阳风守住仓门,毒舌便不断地涌进来,自己与师父避之无信。 于是左手分类抵挡来招,右手招招抢攻。 他左挡右近,左须右拾,使出周伯通所受的功夫来。 欧阳风从未见过这番左右分心搏击的拳路,不仅一待,竟被郭靖连抢数招。 想到真实功夫,就是当真有两个郭靖,一二敌一,也不是欧阳风的对手。 只是他这套武功实在太急,进而出敌不意,数招间居然占了上风。 欧阳风想大明数十年,就是武学的大师,一正之下,便已想到应付的法门。 鼓得一声大叫,双掌齐退而出,郭靖单凭左手,万万抵挡不住。 眼见又被他逼得向后击退,而身后蛇群已丝丝大志。 红七公大叫,妙吉妙吉,老徒,你连我小徒儿也打不过,还逞什么英雄豪强? 纵身飞龙在天,从两人头顶飞跃而过。 飞脚把挡在前面的欧阳克踢了个金头,回避一个肘锤,撞向欧阳风的后心。 欧阳风携身还招,逼迫郭靖的长力,却因而消解。 郭靖心想,师父与他功力昔敌,他侄而献下,已非我对手,何况他伤势未欲,一二敌二,我方必赢无疑。 精神一阵,拳脚如狂风暴雨般往欧阳风拱去。 红七公激斗之际,眼观六路,见十余条腹蛇已游至郭靖身后,转瞬间就要跃上咬人,急叫, 静儿,快出来。 手上加紧,把欧阳风的招数尽数接了过去。 欧阳风腹背受敌,颇敢吃力,侧过身子,放了国境出仓。 与红七公再拆数招,成百条腹蛇已游上甲板。 红七公骂道,打架要畜生做帮手,不要脸。 可是见腹蛇愈勇愈多,心中也是发毛,右手无起打狗棒,打死了十余条腹蛇,已拉郭靖奔向主围。 欧阳风暗叫,不好,这两人跃上了围杆,一时就奈何他们不得。 飞风过去阻拦,红七公猛劈两掌,风声唬唬,欧阳风横拳接过,郭靖又在上前相助,红七公叫道,快上没干。 郭靖道,我打死他侄儿,给周大哥报仇。 红七公急道,蛇,蛇。 郭靖见前后左右都已毒蛇游动,不敢恋战,反手接住欧阳克致来的一枚飞燕银梭,高纵仗鱼,右手已抱住了围杆,只盯了身后暗机风响,顺手将接来的银梭致出。 当了一声,两枚银梭在空中相碰,飞入船船,都落入海中去了。 郭靖双手交互攀缘,顺客间已爬到了围杆中段。 欧阳风知道,红七公也要上围,出巢越来越紧,红七公虽然仍是稳持平手,但要抽身上围,却也不能。 郭靖见蛇群已逼至师父脚下,情势已急,大叫一声,双足抱住围杆,身子直溜下来。 红七公左足一点,人一跃起,右足踢向欧阳风面前。 郭靖抓住师父手中竹棒,向上力甩,红七公的身子直飞起来,长笑声中,左手已抓住了翻横,挂在半空,反而在郭靖之上。 这一来,两人居高临下,颇展优势。 欧阳风眼见若是爬上仰功,必顶吃亏。 大声叫道,好啊,咱们耗上吧,转舵向东。 只见风帆侧过,坐船向东而驶,主位脚下放眼皆清,密密麻麻的都是毒舍。 红七公坐在翻横之上,口里大声唱着起而讨钱的莲花烙,神态甚是得意,心中却大为发愁。 在这围杆之上,又躲得几时,纵使老毒物不把围杆砍倒,只要蛇阵不撤,就不能下去。 他爷儿俩在下面饮酒睡觉,我爷儿俩却在这里喝风撒尿。 不错。 他一想到撒尿,立时拉开裤子,往下直撒下去。 口中还叫,静儿,淋尿给侄子娘喝个饱。 姑竟是小孩性子,正合心意,跟着师父大叫,请啊,请啊。 师徒二人同时向下射尿。 欧阳峰急叫,快将蛇撤开。 同时向后越开树步。 他身法快捷,红瓜二人的尿自然淋不到他。 欧阳克听到叔父雨声甚急,一正之际,脸上警钟,却已见着了数点。 他醉事爱劫,勃然大怒,猛地想到,我们的蛇耳怕尿。 目的声中,蛇群缓缓后撤,但围杆下已有数十条腹蛇被尿淋到。 这些腹蛇都是在西域白陀山蛇骨中杂交培养而得,毒性猛烈。 欧阳峰装在大猪篓中,用数百匹大骆驼,万里迢迢的运来中原,源于仗此危震武林。 只是腹蛇害怕人受粪尿。 旗杆下数十条毒蛇被淋到热尿,痛得乱翻乱滚,张口护咬。 众蛇奴已是哪里约束得住。 洪七公和郭靖见诸人大为忙乱,乐得哈哈大笑。 郭靖心想,若是周大哥在此,必定更加高兴。 哎,他绝世武功,却丧生于大海之中。 黄岛主和老毒物这般本事,周大哥的尿却能淋到他二人头上,我和师父的尿便淋不到老毒物了。 逛了两个职尘,天色渐黑。 欧阳峰命船上众人都坐在甲板上欢呼畅饮,酒气肉香一阵阵冲了上来。 欧阳峰这一绝招当真厉害。 洪七公是个急缠之人,如何抵受得了? 片刻之间,就把背上葫芦里盛的酒都喝干了。 当晚两人轮流守夜,但见甲板上数十人手持灯火把,压着蛇群将围肝团团围住,时事无戏可乘。 何况连尿也撒干了。 洪七公把欧阳峰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还凭空捏造无数丑事,加油添醋,骂得恶毒异常。 欧阳峰却在仓中始终不出来。 洪七公骂到后来,唇皮蛇眷也就合眼睡了。 四日清晨,欧阳峰派人到围干下大叫。 洪帮主,郭小爷,欧阳老爷整治了上等酒席,请两位下来饮用。 洪七公叫道,你叫欧阳峰来,咱们请他吃尿。 过不多时,围干下开了一桌酒席,饭菜热腾腾的直冒热气,旁边放了两张座椅,此时专等红锅二人下来食用。 洪七公几次想要溜下围干去抢夺,但想九十之中定有毒药,只得强自忍耐。 无可奈何之余,又是执娘贼狗撕鸟的胡骂一通。 倒在第三日上,两人又饿又渴,头脑发晕。 公鸡公道,但叫我那个女徒儿在此,她聪明伶俐,定要对付老毒物的法子,才业俩,可是又干瞪眼儿,留柴贤的份儿。 郭靖叹了口气,挨到将近五十,阳光正立,突见远处有两点白影。 她只当是白云,也不以为意,那只白影一尽甚速,越飞越大,咎咎提名,却是两头白雕。 郭靖大喜,切了左手食指放在口中,连声长哨,两头白雕飞到船顶,打了两个盘弦,俯冲下来,停在郭靖肩上,正是她在大漠中养服了的那两头猛禽。 郭靖喜道,师父,莫非荣儿也乘了船出来? 红七公道,拿妙极了,只可惜,雕儿太小,付不起咱师徒二人,他们困在这里无计可施,你快叫他来做个技巧。 郭靖拔出匕首,割了两块五寸剑方的船帆,用匕首在布上画了有难两字,下角画了一个葫芦的图形。 每只白雕脚上附了一块,对白雕说道,快快飞回,领容姑娘来此。 两头白雕在郭靖身上挨起了一阵,其声长鸣,阵已高飞,在空中盘旋一阵,向西没入云中。 白雕飞走之后不到一个时辰,欧阳风又在围杆下布列韭菜,劝由红七公与郭靖下来享用。 红七公怒道,早叫花最爱的就是吃喝,老独物偏生巧准了来折磨人。 我一生只连卖功,定力可就差了一点。 进而,咱们下去,打这个落花流水再上来,好不好? 郭靖道,白雕既带了兴趣,情势避之有变,你老人家,请再等一等。 红七公一笑,过了一会儿,道。 天下味道最不好的东西,你道,是什么? 郭靖道,我不知道,是什么? 红七公道,有一次我到极北苦寒之地,大雪中饿了八天,松鼠固然找不到,到后来连树皮也寻不着了。 我在雪地泥中乱挖乱绝,忽然绝到了五条活的东西。 老教华幸亏这五条东西救了一命,多挨了一天。 第二日就打到了一只黄狼,饱大了一顿。 郭靖道,那五条东西是什么? 红七公道,是蚯蚓,肥得很,生吞下肚,不敢咬嚼。 郭靖想起蚯蚓如如而动的形状,不仅一阵恶心。 红七公哈哈大笑,觐见天下最脏最臭的东西来说,要抵御桂底下喷上来的酒肉香气。 他说一阵,骂一阵,最后道, 静儿,线下若有蚯蚓,我也吃了,但有一件最脏最臭之物,老教华宁可吃自己的饺子头,却不肯吃它,你倒是什么? 郭靖笑道,我知道了。 是臭屎。 红七公摇头头,还要算。 他听郭靖猜了几样,都未猜中,大声说道, 我对你说,天下最脏的东西是吸毒欧阳风。 郭靖大笑,连说,对,对。 挨到傍晚,实在挨不下去了,只见欧阳克站在蛇群之中,笑道。 洪伯父,郭世兄,家书但求相借,酒阴真净一观,别无他意。 洪七公低声怒骂, 持娘贼,就是不安好心。 急怒之中,呼声奇测, 脸上不动声色, 狼声骂道, 小贼种, 老子中了你狗叔父的诡计, 认输便了, 快拿酒肉来吃, 明天再说。 欧阳克大喜, 指他沿出庐山, 当即撤去折阵。 洪七公和郭靖留下围杆, 走进仓中。 欧阳克命人整治精美菜肴, 送进传仓。 洪七公关上仓门, 咕嘟咕嘟喝了半壶酒, 撕了半只鸡便咬。 郭靖低声道, 这次韭菜里没毒吗? 洪七公道, 傻小子, 那丝鸟要你写经语的, 才能害你性命。 快吃的宝宝来, 咱们另有计较。 郭靖心想不作, 一口气扒了四大晚饭, 洪七公酒汗饭饱, 深锈抹了嘴上油腻, 凑到郭靖耳边轻轻道, 老毒物要酒饮真经, 你写一部九阴假经与他。 郭靖不解, 低声问道, 九阴假经? 洪七公笑道, 是啊, 当今之事, 只有你一人知道真经的经文, 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谁不知是对是错。 你把经中文具任意颠倒篡改, 叫它照着练功, 那就练一百年, 只练成个屁。 郭靖心中一乐, 按道, 这一招真损, 老毒物要上大档。 但准念一想, 说道, 欧阳风武学战身, 又激精狡猾, 弟子胡书乱写, 必定被他识破, 这便如何。 洪七公道, 你可要写得似是而非, 三句真话, 加半句假话, 风道练功的秘诀, 却给他增增俭俭, 经上说土那八次, 你改成六次或是十次, 老毒物再机灵, 也绝不能瞧出来, 我宁可七日七夜, 不饮酒不吃饭, 也要瞧瞧, 他老毒物练九阴假经的模样。 说道这里, 不觉痴痴地笑了出来, 国庆笑道, 他若是照着假经练功, 不但虚好时日, 劳而无功, 只怕反而身子受害。 洪七公笑道, 你快好好想一下, 如何篡改, 只要他起了丝毫一心, 那就大事不成了。 又道, 那下卷经文的前几页, 王小师的老婆墨写过的, 欧阳克这小畜生, 在桃花岛上读过背过, 那就不可多改, 然而, 稍稍加上几个错字, 让那小畜生也分辨不出。 郭靖默想真经的经文, 思存何处可以颠倒黑白, 销乱是非, 何处又可以改进城洞, 一上为下, 那也不是要他自作文章, 只不过是依照师父所传的诀窍, 将经文捣乱一番而已。 经中说, 手心向天, 他想可以改成脚底向天, 脚踏实地, 不妨改成为手撑实地。 经中说是, 气宁丹田, 心想, 大可改成气宁胸口。 想到得意之处, 不仅踏了一口肠气, 心道, 这般捉弄人的事儿, 荣儿和周大哥都最是喜爱。 只可惜, 一则生离, 一则死别。 荣儿上有重聚之日, 周大哥, 却永远听不到我这桌下之事了。 此日早晨, 红旗公大声对欧阳克道, 老教花武功自成一家, 九阴真经就是放在面前, 也不屑瞧他一眼, 只有那不成才的私鸟, 自己功夫不成, 才巴巴的想偷什么真心真银。 对你狗叔父说, 真经就邪于他, 叫他去闭门苦练, 练成后, 再来跟老教花打架。 真经自然是好东西, 可是我就偏偏不放在眼里, 瞧他得了真经, 能不能奈何得了老教花? 他去苦练九阴真经上的功夫, 本能功夫自然变荒废了, 一家一捡, 靠头来, 还不是跟老教花半斤八粮, 这校所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欧阳风站在苍门之侧, 这几句话听得清清楚楚, 心中大喜, 爱想, 老教花向来自负, 果然不错, 正因如此, 才大允把金给我, 否则, 以他宁死不屈的信, 蛇阵虽毒, 肚子虽饿, 却也难以逼得他就饭。 欧阳客道, 洪伯父, 此言错矣, 家书武功与之化尽, 洪伯父如此本领, 却赢不了家书一招办事, 他又何必再学九阴真经? 家书常对小直言道, 他深信九阴真经浪格虚名, 华众欺人, 否则王冲阳当年得了九阴真经, 为什么又不见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武功显示出来? 家书发愿要指出经中的虚妄浮夸之处, 好笑天下武学之事, 尽皆知晓, 这真经有名无实, 谬武极多, 这岂非造福武林的一件盛举吗? 洪七公哈哈大笑, 道, 你瞎吹什么牛皮? 庆儿, 把经文默写给他瞧, 若是老读物, 真能指得出九阴真经中有什么错处, 老教华给他磕头。 国境应声而出, 欧阳克将他带到大仓之中, 举出纸笔, 自己在旁研磨, 供他默写。 国境没读过几年书, 书法甚是拙劣, 又需思索如何篡改经中文字, 诗意写得极为缓慢, 时时不知一个字如何写法, 要请欧阳克指点, 其道五十, 上卷经书还只写了一小半。 欧阳峰始终没出来, 郭境写一张, 欧阳克就拿一张去交给叔父。 欧阳峰看了, 每一段文艺都难以索解, 三件经文言辞古谱, 料之还以深远。 日后回到西域去慢慢参言, 以自己之聪明才智, 必能推降透彻, 数十年心愿一旦得偿, 不由得心花怒放。 他见郭境傻头傻脑, 写出来的字又是弯来扭去, 十分拙劣, 自然捏造不出如此深奥的经文。 又听侄儿言道, 有许多字, 郭境只知习音, 不知写法, 还是侄儿教了他的。 那字是真经无疑。 却哪里想得到, 这傻小子受了师父知诅, 竟一把大部经文, 莫得不是颠倒脱漏, 就是胡改乱山。 至于上阵经文中, 那段咒语般的怪文, 郭境更将之, 抖乱得不成模样。 郭境笔不停辉地写到天黑, 下阵经文已写了大半, 欧阳峰不敢放他回仓, 生怕洪七公忽而改变主意, 突起流难, 纵然大半部经文依然到手, 总是残缺不全, 于是安排了丰盛酒饭, 留郭境继续书写。 洪七公等到虚莫害时, 未见郭境回来, 颇不放心, 生怕伪造经文被欧阳峰发掘, 杀徒弟可要吃亏。 这时甲板上的蛇阵早已撤去, 他悄悄溜出舱门, 见两名蛇奴站在门旁守望。 洪七公向左须披一掌, 呼得一响, 掌风带动翻锁。 两名蛇奴其向有牲处掌望, 洪七公早已在右边窜出。 他身法何等快捷, 真是人不知, 鬼不觉, 早已扑向右选。 大舱窗中隐隐透出灯光, 洪七公到窗凤中张望, 见郭境正服案书写, 两名白衣少女在旁冲茶甜香, 研磨扶纸, 服侍得甚是肘头。 洪七公放下了心, 只觉酒香扑鼻, 定轻看时, 见郭境面前放着一杯琥珀色的陈酒, 艳若烟枝, 芳香其人。 洪七公按马, 老毒好不适离, 我徒儿写经于他, 他便以上加美酒款待, 给老叫花喝的, 却是寻常水酒。 他是天下第一禅人, 世间无双酒徒, 既想有此美酒, 不饮其肯罢休。 心想, 老毒的美酒必是藏在仓底, 我且去喝他个痛快, 栽在酒桶里撒一口尿, 叫他尝尝老叫花的骚味。 就算我那傻徒儿, 惨受迟鱼之殃, 误引了老叫花的臭尿, 那也毒不死他。 想到此处, 不仅得以微笑, 偷酒切食, 原是他的拿手本领。 当年, 在临安皇宫御除粮上, 一住三月, 皇帝左吃的酒篆, 每一件都由他先行尝过。 皇宫中警卫何等分眼, 他都来去自如旁若无人, 到仓底偷些酒吃, 真是何足倒在。 当下逆步走到后甲板, 眼望四下无人, 轻轻揭开下舱的盖板, 溜了下去, 将舱板脱回原位, 锈得挤锈, 导致酥藏食物的所在。 船舱中一团漆黑, 他凭着菜香肉气, 摸进粮仓, 荒料火车, 裹剑壁脚树立着六七只大木桶。 洪七公大喜, 找到一只缺口破碗, 吹灭火车, 放回怀里, 车才走到桶前, 伸手摇了摇, 甚是沉重, 桶中装得满满的。 他左手拿着桶上木栽, 右手伸满锯接, 但要拔去栽子, 不听得脚步声响, 有两人来到了粮仓之外。 那两人脚步清洁, 洪七公知道, 若非欧阳峰输职, 别人无此功夫。 先想他俩深夜到粮仓中来, 必有诡计, 多半要在食物中下毒害人。 当下坐在木桶之后, 前程一团, 只听得舱门轻轻开了, 火光闪动, 两人走了进来。 洪七公听两人走到木桶之前站定, 心道, 他们要在酒里下毒。 只听欧阳峰道, 各处仓里的油柴硫磺都安排齐备了。 欧阳克笑道, 都齐备了, 只要一晕火, 这艘大船转眼就化灰烬, 这次可要把抽脚花烤焦了。 洪七公大吃一惊, 他们要烧船。 只听欧阳峰诱道, 咱们再等片刻, 在那姓郭的小子睡熟了, 你先下小鼎去, 千万小心, 别让老叫花知觉, 我到这里来点火。 欧阳克道, 那些鸡人和蛇奴怎么安排? 欧阳峰冷冷地道, 臭叫花是一代武学大师, 总得有些人殉葬, 才合他身份。 两人说着进行动手, 拔去桶上木塞, 洪七公只觉油气充笔, 原来, 桶里成的都是桶油菜油。 欧阳叔侄又从木箱里取出一包包硫磺, 将木柴架在上面, 大袋的木屑爆花也都倒了出来。 过不多时, 苍中油以墨镜, 两人转身走出, 却听欧阳克笑道, 叔叔, 再过一个时辰, 那新锅的小子葬身海底, 世上知晓九人真经的, 就是你老人家一个了。 欧阳峰道, 不, 有两个, 难道我不传你吗? 欧阳克大喜, 反手带上了苍门。 洪积公惊怒交集, 心想, 若不是鬼使神差的下仓偷酒, 怎能知晓这二人的毒计? 烈火骤发, 又怎能逃脱劫难? 听得二人走远, 于是悄悄摸出, 回到自己舱中, 见郭靖已躺在床上睡着, 正想叫醒他, 供商应付之策。 呼听门外微微一响, 吃到欧阳峰来查看自己, 有否睡熟。 便大声叫道, 好久啊, 好久, 再来时乎。 欧阳峰一震, 心想老叫花还在饮酒, 又听洪积公又叫, 老毒, 你我再拆一千招, 蒙个高下, 哼, 好小子, 行, 行。 欧阳峰站了一阵, 听他胡言乱语, 前后不惯, 才知赤说梦话, 听到, 臭小花死到临头, 还在梦中喝酒打架。 洪积公嘴里瞎说八道, 侧耳倾听苍外的动静, 欧阳峰轻功虽高, 但走向左旋的脚步声, 仍被他听了出来。 他凑到郭靖的耳边, 轻轻地肩膀, 低声道, 静儿。 郭靖惊醒, 嗡了一声, 洪积公道, 你跟着我行事, 别问原因, 线下悄悄出去, 别让人瞧见。 郭靖一咕噜爬起, 洪积公缓缓推开舱门, 一拉郭靖衣袖, 走向右旋, 他怕给欧阳峰发掘, 不敢静往后烧, 左手攀住船边, 右手向郭靖招了招, 身子挂到了船外。 郭靖心中奇怪, 不敢出声相寻, 也如他一般挂了出去。 洪积公食指抓住船边, 慢慢往下游动, 沿住郭靖, 只怕船边滑溜, 他失手跌入海中, 可就会发出声响。 船边本就尤其光滑, 何况, 一来入狮, 二来向你侧鞋, 三来正在波涛之中起伏晃动, 如此向下游动, 实非意识。 幸好郭靖曾跟马玉日夜上落悬崖, 近来宫里又已大进, 手指抓住船边的铁钉木材, 或是插入船身上填塞裂缝的油灰丝巾之中, 竟然稳稳地溜了下来。 洪积公半山入水, 慢慢摸向后烧, 郭靖紧跟载后。 洪积公到了船烧, 裹剑船后, 用绳索系着一艘小艇, 对郭靖道, 上小艇去。 手一松, 身子一与大船分离, 那船行驶正快, 向前一冲, 洪积公一抓住小艇的船边, 翻身入艇, 悄悄声息。 等到郭靖也有挺来, 说道, 割断绳索。 郭靖拔出匕首一划, 割断了艇头的细索, 那小艇正是在海中乱斗圈子。 洪积公半奖稳住, 只见大船渐渐没入前面黑暗之中。 突然间, 大船船尾火光一闪, 欧阳峰手中提灯, 大叫了一声, 发现小艇疑似不见, 喊的声中又是愤怒又是惊惧。 洪积公气图丹田, 纵声长啸。 忽然间, 右旋处一艘轻船冲浪而至, 迅速异常地靠向大船。 洪积公祈祷, 咦, 那是什么船? 与声未闭, 只见半空中两头白雕扑向下来, 在大船的主帆边盘旋来去, 青州中一个白衣脸影一晃, 已跃上大船。 青光细微中, 姚剑大人头顶心树发金环闪了两闪, 郭靖低一声惊呼, 荣儿。 这青州中来的正是黄荣, 他将离桃花岛时, 见到小红马在林中奔驰来去, 呼得想起, 海中马匹无用, 那对白雕却可助我找寻靖哥哥。 于是, 吹唇作声, 招来了白雕, 雕眼最是敏锐, 飞行又及迅捷, 在这茫茫大海之中, 居然发现了郭靖的坐船。 黄荣在雕族上见到郭靖写的有难儿子, 又惊又喜, 驾船由双雕高飞引路, 鼓足了奔帆赶来, 但终究来迟了一步, 洪西公与郭靖已来离船。 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有难儿子, 只怕迟了相救不及, 眼见双雕在大船顶上盘旋, 等不及两船靠拢, 但见相距不远, 便首提峨眉钢刺跃上大船。 正见欧阳客犹如热锅上蚂蚁般团团乱转, 黄荣喝道, 郭靖呢, 你晚上怎么了? 欧阳风已在舱底生了火, 却发现船为小艇应踪全无, 不仅连朱甲叫其鼓来, 只听着洪西公的笑声远远传来, 心想, 这回害人不成, 反而害己, 正自恍急无忌, 忽然见到黄荣的青州, 急忙抢出, 叫道, 快上那船。 其实那青州上的哑巴船夫, 各个是奸恶之徒, 当黄荣在船之时, 受他威慑, 不敢不停猜浅, 一见他离船, 正是天赐良机, 立即转舵扬帆, 远远逃侃。 洪西公与郭靖望见黄荣跃上大船, 就在此时, 大船后烧的火头一连冒起, 郭靖尚未明白, 惊叫, 火, 火。 洪西公道, 不错, 老毒放火烧船, 要烧死咱爷俩。 郭靖一呆, 忙道, 快去救荣耳。 洪西公道, 滑进去。 郭靖猛力颁奖, 那大船转坐驱赶青州, 与小艇也是近了, 甲板上男女乱窜乱闯, 一片喧扰之声。 洪西公大声叫道, 荣儿, 我和靖儿都在这儿, 游水过来, 游过来。 大海中波涛汹涌, 又在黑夜, 游水本极危险, 但洪西公知道黄荣水性甚好, 实在紧急, 不得不冒死险。 王荣听到师父声音, 心中大喜, 不再理会欧阳风输职, 转身奔向船弦, 纵身往海中跃去。 突出手腕上一紧, 身子本已跃出, 却又被硬生生地拉了回来。 王荣大惊回头, 只见抓住自己手腕的正是欧阳风, 大叫, 放开我! 左手挥旋打出, 欧阳风出手如电, 又是一把抓住。 他眼见那青州驶得远了, 再也追赶不上。 坐船大火冲天, 船面上翻飞强舞乱成一团, 转眼就要沉默。 眼下, 唯一救星是那艘在洪西公掌握之中的小艇。 高声叫道, 臭叫花, 王姑娘在我这里, 你瞧见了吗? 双手挺起, 将黄荣举在半空。 这时船上大火照得海面通红, 洪西公与郭靖看得清清楚楚。 洪西公怒道, 他以此要挟, 想上咱们小艇。 哼, 我去夺龙儿回来。 郭靖见大船上火盛, 道, 我也去。 洪西公道, 不, 你守着小艇, 莫让老独物夺去了。 郭靖应道, 是。 拥立板讲, 此时大船义字不动, 不多时小艇滑进。 洪西公双族在平手立登, 向前飞出, 左手探出, 在大船边上插了五个纸孔, 接力翻身, 跃上大船甲板。 欧阳风抓着黄荣双脉, 领笑道, 臭叫化, 礼贷怎的。 洪西公骂道, 再来, 再拆一千招。 搜搜搜三掌, 向欧阳风劈去。 欧阳风回过黄荣的身子挡架, 洪西公指着收招。 欧阳风顺手在黄荣斜下穴道中一点, 他瞪时身子软锤, 动弹不得。 洪西公喝道, 造毒好不要脸, 快把他放下井去, 我和你在这里决个胜负。 当此之际, 欧阳风曾肯轻易放人, 但见侄儿被火逼得不住褪皮, 提起黄荣向他跑去, 叫道, 你们先下小艇。 欧阳客接住了黄荣, 见郭靖驾着小艇守候在下, 心想小艇实在太巧, 自己手里又抱着一个人, 扯一跃下去, 小艇非凡不可。 于是扯了一针出锁, 副主为干, 左手抱着黄荣, 右手拉着绳索, 溜入小艇。 郭靖见黄荣落艇, 心中大胃, 却不知他已被点了穴道。 但见火光中, 师父与欧阳风打得激烈一场, 挂念师父安危, 也不急与黄荣说话, 只是抬起了头, 凝省关斗。 红旗公与欧阳风各自施展上乘武功, 在烈焰中, 一面闪避纷纷跌落的木杆绳索, 一面拆解对方来招。 这中间, 红旗公却炸了便宜, 他曾入海游往小艇, 全身湿透, 不如欧阳风那么一发易于着火。 二人武功本事难分轩缘, 一方激战便宜, 瞪住上风。 欧阳风不久便虚发聚焦, 一脚着火, 被逼得一步步退向烈焰飞腾的船舱。 他要带跃入海中, 但被红旗公招招禁破, 还不出一步手脚, 若是硬要入海, 身上必至首招。 红旗公的全是掌风何等厉害, 只要中了一招, 受伤必然不轻。 他分离拆解, 亲下仇私, 脱身之策。 红旗公稳操胜算, 欲打欲是得意, 忽然想起, 我若将他打入火窟, 送了他的性命, 却也无甚意味。 他得了静儿的九阴假经, 若不修炼一番, 纵死也不甘心, 这个大当, 岂可不让他上。 于是哈哈一笑, 说道, 老都, 今日我就饶了你, 上庭吧。 欧阳风观眼一番, 飞身跃入海中, 红旗公跟着正要跃下, 呼听欧阳风叫道, 慢着, 现下, 我身上也湿了, 咱俩功功平平地绝个胜败。 挖住船弦旁垂下的铁链, 借离乐器, 诱上了甲板。 红旗公道, 妙极妙极, 今日这一战, 打得当真痛快, 全来掌网, 两人越斗越狠。 郭靖道, 荣耳, 你瞧那吸毒好凶。 黄荣被点中了穴道, 坐声不得。 郭靖幼道, 我去请师父下来, 好不好, 那船转眼不要沉了。 黄荣仍是不答, 郭靖转过头来, 却见欧阳克正抓住他手腕, 心中大怒, 各道, 放手。 欧阳克好容易得以以握黄荣的手腕, 岂肯放下, 笑道, 你一动, 我就一掌劈碎他脑袋。 郭靖不暇思索, 横讲直挥过去。 欧阳克低头避过, 郭靖双掌齐发, 呼呼两响往他面门劈去。 欧阳克只得放下黄荣, 摆头闪开来拳, 郭靖双拳直上直下, 没头没脑地打将过去。 欧阳克正在小艇中施展不开手脚, 敌人又是一味猛攻, 当即战起, 第一招便是一招零蛇拳, 横臂扫去。 郭靖伸左臂挡阁, 欧阳克手臂呼弯, 腾得一拳, 正打在郭靖面颊之上。 这拳甚是沉重, 郭靖眼前金星乱冒, 心想这当, 刻刻都是危机, 必当即下杀手。 眼见他第二拳跟着打道, 仍是举左臂挡架。 欧阳克一样葫芦, 手臂又弯击过来。 郭靖投向后仰, 右臂猛地向前推出。 本来他既向后臂让, 就不能同时施展攻击, 但他得了周伯通传授, 双手能分别搏击, 左架右推, 同时施围。 欧阳克的右臂恰好夹在他双臂之中。 被他左臂回收, 右臂外推, 这番挤脚之下, 他的一声, 壁鼓更是折断。 欧阳克的武艺本不在马玉、 王楚一、 沙松天等人之下, 不论功力招数都高出郭靖甚多。 只是郭靖的双手分击功夫, 是武学中从所未见的艺术, 是以两次动手都伤在这奇异招数之下。 他一跤跌在挺手, 郭靖也不去理他死活, 忙扶起黄荣, 见他身子软软的动弹不得, 当即解开他被点中了的穴道。 侵害欧阳峰点他穴道之时, 洪西公正突招攻击, 欧阳峰全力提防, 点穴的手指上不敢运上内力, 否则, 以吸毒独门的点穴手法, 郭靖无法解开。 黄荣叫道, 快去帮师父。 郭靖抬头仰望大船, 只见师父与欧阳峰正在火焰中飞舞来去, 肉搏而斗。 木材焚烧的琵琶之声, 加着二人的拳锋掌声, 更是显得声势惊人。 蒙听的, 喀啦啦一声巨响, 大船龙骨烧断, 折为两劫, 船尾给波曹冲着几下, 慢慢沉入海中, 激起了老大雪窝。 眼见余下半截大船也将沉没, 郭靖提起木匠, 实力将小艇滑进, 要带上去相助。 洪七公落水在先, 衣服已大半被火烤干, 欧阳风身上却尚是湿淋淋的, 这一来, 击独却又占了北盖的上风。 洪七公分类巨战, 丝毫不让, 陡然间, 一根着了火的桂杆从半宫中剁下来, 二人急忙后运, 那桂杆隔在二人中间, 熊熊燃烧。 欧阳风舌杖摆动, 在桂杆上递了过来, 洪七公也从腰间拔出炉棒, 还了一招。 二人初时空手相斗, 这时各使器械, 工具之间更是猛恶。 国庆拥力颁奖, 心中挂怀师父的安危, 但见到二人器械上神庙的家术, 又不仅为之神网, 散叹不已。 武学中有言道, 百日炼刀, 千日炼枪, 万日炼剑, 剑法原罪难经, 武学之士功夫炼着顶峰, 往往惊然剑术, 那时各有各的绝招, 不免难分轩缘。 二十年前华山论剑, 洪七公与欧阳风对于人的武功都甚钦佩, 知道若凭剑术, 难以胜过旁人, 此后便均舍剑不用。 洪七公改用随身携带的竹棒, 正是丐帮中历代帮主相传之物, 质地柔韧, 比丹剑长了一尺。 他是外家高手, 武功纯走刚猛的路子, 使上这兵器却是刚中有柔, 威力更增。 欧阳风使动的舌杖时, 含有棒法、棍法、杖法的路子, 招数反腐, 自不代言。 杖头叼着个咧嘴而下的人头, 面目猙獰, 口中两排力尺, 尚未俱读, 无动时宛如个见人即使的厉鬼, 只要一按杖上击阔, 人头中便有歹毒暗器击射而出。 更厉害的是, 缠杖盘旋的两条毒蛇, 吞吐伸缩, 令人难防。 二人双杖相交, 各战绝招, 欧阳风在兵刃上虽占便宜, 但洪七公是天下乞丐之手, 自是打蛇的好手。 竹棒实战开来, 公敌之余, 还乘系击打杖上毒蛇的要害。 欧阳风舌杖吉武, 令对方无法取得准头。 料知洪七公这种身手, 杖头暗器也奈何他不得, 不如不发, 免惹耻笑。 洪七公另有一套, 盖帮号称镇帮之宝的打狗棒法, 变法惊威其妙, 心想此时位落下风, 却不必便逃没这份看家本令出来, 免得他得愧棒法惊讶, 明年华山二次论剑, 便站不到出其不义之力。 郭靖站在平手, 书读药响越上相助师父, 但家二人越斗越紧, 自己功力相差太远, 绝技难以近身, 空字焦急却是无法可施。 第二十回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